大家好,我是Stan 五年前,在电视剧记者会 整个过程都命无表情 甚至还拒绝与曹阳勾手 接着被曝光 是被女演员曹耶锦 情绪勒索的演员金正恩 时隔两年,最近因为新剧的发表会 重新站在记者会舞台了 当天金正恩表示 谢谢MBC能在我反省期间先向我伸手 这期间我个人发生了很多事情 在开始这个作品的时候 只是担心会不会给大家造成困扰 然后在记者问道 五年前也是参与了MBC的戏剧 这次再度回归MBC的戏剧 感想怎么样 金正恩回答 今天有找到现场逗出看了一下 其实因为不太有五年前的记忆 所以觉得很陌生 因为大家的帮助才能坚守了负担 比起十句百句话 我会给大家看更努力的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记得?没关系,我们都记得 是那么没有演员吗?为什么要用他? 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要用他 那个时候不给草原面子的事情 到现在也很上火 那个事情后 他没有说根本没有活动啊 还说什么有一直在反省 因为他受罪的受害者还在呢 不要假装是受害者了 影片照片证据都还在 虽然对他没有好感 但是又没有犯罪 没有不能付出的理由吧 想看的人看 不想看的人不看就好了 草原姐都能出来 他没有理由不能出来吧 希望你有真心的向草原道歉 对于金正恩记者会的韩网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所以韩国网友们就觉得 MOMOLAND实际上是解散了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都没有活动呢? 其实有在活动 只是以海外行程为主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而已 这里其实也算是中小经纪公司的奇迹吧 这里因为有三位成员 不知道什么理由退团后 开始就变得很奇怪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用这些成员也未能成功的话 公司真的是没有能力 歌曲也那么红 G在综艺也那么红 却未能好好维持 就能知道所属公司有多重要了 对于MOMOLAND所有成员都结束了合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女演员的经典动图 而Joko 吾 就品封 意识 凯晞 sociais 看起来 带出